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小胖哥 日拱一卒 相信日积夜累的力量 朋友们如果有在看小胖哥的视频 麻烦你们用你们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点关注 点点在看 点点转发 有一件三年的朋友 可以免费获得我送出了一份协席大礼包 大家可以找我灵气方式 灵气就可以了 或者23552731 今天我们聊一下京东吧 小胖哥这边也有在做京东的一些服务 那么平时呢 很多朋友他问我 他说小胖哥我要入住京东 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入住京东 或者说入住京东呢 需要入住什么类型的店铺比较好 那么今天我就聊一下 就是京东的这些入住 跟京东入住店铺的类型 首先京东呢 它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店铺 我们先来讲一下京东主站 它分为POP的店铺 商家店铺 还分为一种自营店铺 还有一个就是京东会才的店铺 还有一个京东版的供货商店铺 其他的还有一些特色的店铺 比如说像车品优创店这些 就是京东主站类型的一个店铺 那么前几年呢 京东为了就是抵抗拼多多 他还推出了一个叫惊喜拼购店 同样的惊喜拼购店下面呢 他也是有好几种类型的店铺 常见的也是我们那些什么旗舰店啊 专营店啊专卖店这些 那么京东主站跟京喜的店铺呢 它都是可以公司个体入住的 那么我们在做京东的时候 首先呢你要看你要入住的店铺 是哪一类型的店铺 那么店铺不一样 他们的支费也不一样 首先我们来聊一下 比如说像POP店铺呢 它是属于京东主站啊 这个是他下面的一些店铺 不管是专营店旗舰店专卖店也好 他都是需要年费啊 年费的话大概是1000块钱左右 一个月一年就是1万多块钱 那么保证金就是一般都是三五万啊 十万起步啊 然后扣点啊 一般都是五到十个点 这是京东POP的一个店铺 那么京东自营店铺呢 他的保证金呢是需要的啊 就是扣点啊不需要啊 扣点啊错了 扣点是需要十几个点的 他有一个是不需要年费啊 但是京东自营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在搜索买家的时候会打自营店铺 但是入住特别困难 京东会采店铺啊 京东有很多企业采购店铺啊 京东会采店铺呢 是对接京东企业采购的 个人是不能购买的 他同样是需要保证金啊 不需要年费啊 还有一些京东的一些个人特色型店铺啊 这些是需要年费保证金的 那么京东京喜店铺呢 他也是属于京东旗下的 他跟京东主战是两个不同团队在运营 主战那边是北京自己的京东团队在运营 京喜是外包给深圳这边的团队在搞的 那么京喜的保证 京喜类的保证店铺呢 京喜类的店铺保证金相对来说比较低 大部分的话啊都是不用年费的啊 正常的保证金是一到三万啊 那最多也就五万组又那么扣点也就一到三个点 有些也不要扣点 那么年费不要保证金又低 那么肯定啊就有他的一个不好啊 就是客户流量可能没那么高啊 因为大家都习惯到京东主战上面去购买东西 这里还有一个点就是需要跟大家讲一下 京东主战的店铺呢 他是可以在京喜类的APP里面显示 但是京喜类的店铺呢 是不能在京东主战里面显示 所以说大家入住京东一定要看清楚自己的店铺类型 那么入住京东呢 都需要哪一些资料呢 首先营业执照是不能少的 对不对 那比如说啊 你卖公司卖什么产品卖服装 那么你营业执照一定要有这个经营范围啊 如果没有也是不行了 第二个啊 现在的一些营业执照大部分都是三政合一了 如果你还不是三政合一的营业执照 那你就要提供税务登记组织代码 然后国地税的一些赠章才可以 第三这个要不要注意一点啊 法人的一个身份证正反面 但是要注意一下 如果说这个法人有银行的征信黑名单 银行的欠款 税务的欠款 或者说被京东清退过 有京东欠款啊 等等之类都不能入住京东 京东系统会直接给你秒记掉啊 就不能入住了 第四个就是你要有一个纳税的一个资格书 如果是小额规模纳税人直接用营业执照就可以了 第五个啊 就是银行的开户证啊 开开对公账户 但不过目前我们有技术 如果说不用对公账户 我们也可以跳对公跳入住啊 第六个啊 你经营这个公司啊 一定要有一个品牌才可以入住京东 那么这个品牌下面呢 还要包含商标 自检这些产品的资料都是有 那如果是做特殊类目 比如说做口罩 或者说做食品啊 做图书的 你要有这些特殊的一些资质啊 才可以去入住 不然的话就不能入住 入住的话大致上就是这些资料 那么入住 这里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很多人说入住 公司是不是有注册资金要求 那么京东要求是注册50万以上的资金要求 其实不用 你有10万的注册资金是可以了 那么注册公司半年以上啊 这是京东要求的但也不用啊 实际你有一个新公司也是可以入住 那么注册商标啊 京东表面上是说可以接受啊 TMO商标但实际上是不可以啊 京东这边入住只要阿罗标 一定要记住只要阿罗标 然后入住京东还要有一个就是相对应的 一系列的自检报告 自检报告就是把你的商品送到专业的机构 去自检出了这些相对应的前微报告 那么有了这些资料你可以自己登陆京东的一个招商首页啊 登陆你自己的账号就可以入住就可以把资料填好就可以 那么上面我讲了啊 入住京东首先要看你选择是哪一些类型的店铺 如果你自己入住京东惊喜类的店铺是非常好入住 那么如果入住京东主战的店铺 不现在大部分都是腰椰制的啊 因为现在很多大品牌都抢着去入住京东 那么小品牌入住啊就跟天猫一样 很多都入住不进去 如果你不包装一下 那就很难入住京东 那么小胖哥这边呢 也是属于一个比较专业型的一个京东入住 如果你这边有京东入住的需求 也可以联系我 我们都是心下垫后收费